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格斯群岛位于太平洋东部隶属于厄瓜多尔 是一个拥有火山地貌的热带气候区 它分布在赤道的周围 攻击19个岛屿和一些附属小岛 被称为奇珍异寿的大观园 在这座群岛之上 你可以看见海狮 海龟 企鹅 也可以看见形态多样的花草树木 这里的自然生态非常原始化 非常适合冒险爱好者 同时这里也是潜水圣地 海底的景观也是世上独一无二的 每年的7到10月份 加拉帕格斯群岛会迎来一大批游客 来欣赏生机勃勃的自然风光 无论是官鸟 潜水 沙滩戏耍 还是度假 采风 婚纱摄影 只要你能想到的浪漫 这里都能为你画上完美的句号 曾经的科隆群岛 只是一些火山喷发形成的无人荒岛 后来被一些航海家发现 并再次留下人类足迹 直到达尔文的到来 这座群岛才开始闻名于世 现代化并没有在这里留下太深的痕迹 于是加拉帕格斯群岛 就成了人类最后的伊甸园 1978年世界遗产名录 将其列入了世界自然遗产 呼吁全球公民共同保护 相信这座海岛 能给每个人带来独特的身心体验 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订阅